跑了跑了跑路了 大家好我是老蒋 今天天气不是很好 但我们的心情却非常好 因为我们要鞠根大木头 这个木头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小头比较小 但是大头却非常大 那这种树如果我们一刀切过去的话 它的树心对不上风险会比较大 而且损耗也高 所以我们决定从这里给它断一刀 大头切大头 小头切小头 现在我们把它断开 看一下运气怎么样 现在我们的师傅正在磨刀糊糊 油锯拉了三分钟 还是没有任何响动 师傅这才想起 是昨晚炖的枸杞韭菜生蚝汤 忘记喝了 喝完汤我们继续来开料 效果非常明显 是不是比你们单独泡在保温杯里面 喝要强的多 还没断啊 总感觉今天师傅的状态不怎么样 一问才知道师傅前两天去了一趟医院 医生说他的湿气太重需要轻热解毒 但是回来几天了 一直还是没找到轻热的对象 如果你们哪位兄弟比较善谈轻热解毒的 可以帮一下他 这个忙肯定不让你们白帮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努力 这根木头终于锯断了 我跑了跑了跑路了 现在这个木头已经锯开了 那这个树心非常的好 刚好是一条线 这种我们就叫一刀链 如果有一些是十字链的话就比较头痛的 因为不管哪个方面锯都是不好锯 现在这个木头 我们就顺着这个方向一直锯就行了 出财率会非常的高 但这个花门能有多深 我们就要看运气了 这个面是最好的 就这样把这里切掉 然后再把这边扫掉 这边扫掉再翻过来这么拒 这个最好 这个面最好 这个面最好 都好 但是我们买料的时候 从这个断头撬开的情况来看 应该是底下这个面换温最好的 非常的明显 这个颗粒感很强 那这种巨型就有可能是浓蛋纹 当然买料的永远没有卖料的金啊 人家早就写上精品两个字 所以这种料也是不便宜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树皮 从树皮来看 它的花纹应该也是在底下这一个面 肉眼可见的浓胆纹 虽然现在只有棒节目头 但还是非常的重 两台三吨的叉车 抬起来都非常的吃力 如果你们身边有比较喜欢抬杠的朋友 可以爱托他过来帮忙抬一下 是否应该会轻松很多 他这个平时翻一个面 是不是 抱抱这个去 扎面 扎面这样子 扎面去 几个师傅研究了一个小时 还是没能确定到底该怎么去 所以我们决定给他翻一个面再继续研究 还是这个面 一个面两个面 还是这个面好 这面跑不掉啊 这个面 这个面大啊 这个面你你先不要考虑这个面先啊 先去那边这个面还是有啊 这个面大的不用考虑这个面先 你先要考虑这个面或者是这个面 要不影响其他的面 先把梅花的去了 留着清洗方后面 经过师傅们的一番研究 最终给出了两个方案 要么顺着列锯 它的出彩率会非常的高 要么顶着列锯 它的花纹会比较好 但同时风险会非常的大 有可能巨型里面全部都是烂的 你们觉得是应该顺列锯还是顶列锯 为了据出大家最喜欢的龙胆纹 师傅们建议把树皮切成干净 这样可以看得更准 现在这些树皮已经基本冲干净了 但是我们已经到了下班时间 只能明天再聚 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案 也可以提出来一起探讨一下 好了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先在这里了 如果你也喜欢木头 麻烦给老江点赞收藏加关注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明天再见